今天要爬的是位於新北瑞芳區的茶壺山 我們7點40從6坑斜坡鎖到旁的路口開始走 如果只想爬茶壺山,車可以停在茶壺山的步道路口 哪邊的?可以下去了? 下去又停車場?可以停車場,如果有石花洞可以回家了 哼哼,你以為就這麼簡單嗎?真的你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走了一公里而已 這裡才是茶壺山的登山路口 然後已經走了30分鐘 許多山友也會把車停在這裡 茶壺山的中途休息站 今天井沒有出大井 上面是茶壺山,現在是往上爬 走吧,兄弟們,GO! 上空了,孩子,奔跑吧! 阿公阿嬤都比你強 中途遇到了這團三友,他們四個很熱情的哥哥和姐姐們 目前天氣沒有下雨,所以我決定爬過茶壺山,往半坪山前進 由於跟他們同一個方向,之後都會跟哥哥和姐姐們一起爬 爬上茶壺山山頂後,我們一群人在這裡休息了一下 爬上茶壺山山頂後,我們一群人在這裡休息了一下 順便拍個照 你要從那邊下去喔? 休息完後,我們便繼續向前行 但走沒多久,就開始下起了小雨 因東北季風的影響,所以這裡更容易下雨 這樣造成爬山更加困難,也很容易打滑跌倒 也是半坪山唯一要攀岩的地方 而且還幾乎快垂直呢 下雨天攀岩,也要更加小心 攀岩上來後,會分左右兩邊的岔路 往左邊走的話,是往巨池跟劍龍人 右邊才是往半坪山 這邊是往巨池跟劍龍人 這邊是往半坪山 所以我們切腰往半坪前進 從這裡開始,都是峭壁 所以路就非常狹窄 因此在爬的時候要更加小心了 沿路的雨是忽大忽小 而我的朋友竟然只穿吊嘎爬山 真的是個猛哥啊 所以是不是? 沒錯啊 所以 你又確定清楚,再出來了 哈哈哈哈 瑞光都是怎樣 已經很涼了,然後還潑水 怎麼受得了 然後 然後你 我以為你踏踏河上我們就沒貓 我想說只要衝 呵呵呵 這樣子你先下去了,我怕我 啊哈,被我騙上來了 嘿嘿嘿嘿 沿路就被我兩位朋友一直噴 因為沒有告訴他們有這段要爬 而且還在下雨的時候爬山 雖然之前我有提到要重走 只是我沒跟他們講清楚 而且又突然下雨 不過他們還是乖乖地走到了半坪山的山腳點 就是因為沒有回頭路啊 我們三角點拍完照後就開始下山 往參觀鳥前進 下山後因為雨時變得更大 我跟朋友就沒有打算去爬參觀鳥 所以就在這裡跟這位大哥交換了like 因為大哥不時也幫我們拍照 好方便傳照片給我 然後姐姐們很熱情的跟我道別 熱情的道別後 我就和我朋友前往金瓜石神社 乾媽掌椅子 乾媽掌椅子 掉下來我再去看 這邊應該是晚參觀鳥山的位置 要往第十公園的路都是丟好走 又有天氣轉好 你不覺得這個吹起來風跟上面的風完全不一樣 上面是冷的就是涼的 我們剛剛應該是走最上面那個鈴線 那個鈴線 那個鈴線走走走走 建築點就是爬這種的 對啊對啊對啊 金瓜石神社 金瓜石神社也叫黃金神社 又稱三神社 在1897年的10月 當時日本人投入開發金瓜石礦山 為了安定民心 隔壁在大金瓜岩障 東側的平地間出建了該神社 之後在1914年左右 神社遷移到現在的位置 然後約在1936到1937年間 擴建了神社 為現在的亞冒 剛才離開神社 現在午安就往那個圈記堂提車場了 鬼神台出派了 在那個半冰山一直下雨 半冰山我已經經歷了三個季節變化 哪三個 秋末嗎 秋末然後被雨淋 那個如果是東北季風島 冷爆 再走一小段就會到黃金博物館 黃金博物館呢 本來也想去參觀一下 但因為身上沒有戴口罩 所以就無法進入參觀啦 所以我和我朋友 就直接走回停車場了 完成今天的O型重軸 你幹嘛 你有怎麼再比一次 哈哈哈哈 你舉手啊 側主大野 這裡好色很吹 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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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沒有 真的 沒有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